弟弟世界之雾影战魄 第三世纪 司马辉见有异装 来不及再去找探照灯 仓促之际 他只好提起手边的素影灯 借着发光的二极管的微弱光亮向前望去 就见驾驶舱外 有一只瞪目而视的大盐 大如车轮 盐简缓缓起河 神色木染 似乎正在透过驾驶舱的窗口 窥视着文氏运输机里面的六个活人 司马辉看得清楚 星植那是一条粗硕异常的第七龙溪 由于常年生活在阴暗潮湿的洞窟里 捕食各种灵光生物为食 眼部不但没有退于零下 视力反而得以进化 双目向外突出 它的躯体除却尾长 可以生长到五六米开外 皮糙肉厚 平时可以犹如木雕泥塑一般 一动不动的折服数月 此刻是被文氏特种运输机里的灯光吸引而来 众人身边虽然带有枪械和猎刀 但缅甸深山里的龙溪不分大小 都是身具歧途 能在百步之内以目射人 孰难防范 因此谁也不敢招惹他们 第七龙溪一旦袭击过来 远比在泥沼里遭遇鳄鱼更为可怕 司马辉一看事情不妙 机马把手里的宿营灯熄灭 并低声告诉众人 都别多 玉飞燕等人无不清楚 第七龙溪具有动态视觉 他对发光和移动的物体异常敏感 自是不敢稍微有动 而听着机舱顶部似有重物环环如动 估计是另外一条巨大的第七龙溪 正在文氏特种运输机上面浮力爬行 也都立刻将身上的微光信号灯关闭了 整个机舱煞时间变得漆黑 仅有些星星斑斑的灵火忽然闪现 那都是在探险队进入运输机前 草丛里那些乱飞乱撞的夜鹅 受灯光吸引扑到人身上的 虽然在雨中仍然沾上了许多灵粉 并有不少的鹅子跟着飞进了机舱内部 司马辉心想 骑龙在附近徘徊不出 怕是机舱里还有残余夜鹅的缘故 他正在将附在身上的灵粉抹掉 固定在头上 舱体发出了咔啦咔啦的声响 沉眠在地下沼泽中的文石运输机 木质结构早已被师傅之气浸透 哪里扛得住这条第七龙溪粗大塑重的身体 此前已经被大口径猎枪射穿的部分 都被压得破裂开来 第七龙溪粗壮的后肢陷在了破裂处 他急切尖难以脱身 就接力的甩尾挣扎 运输机被摇得几乎散了架 更有数条细小的草溪 趁着机会从缝隙里溜了进来 众人身在黑暗之中 双眼不能看见雾形 只感觉到有草溪顺着腿爬上身 不得不抬手拨他 恰在此时 呼听的那颗地震炸弹上一声轻响 声音虽然不大 但司马辉耳音敏锐 从位置上判断似乎是震动弹的起包引信被打开了 他心中含义顿声 知道肯定是躲在运输机里的绿色坟墓暗中捣鬼 这回麻烦大了 威力无边的重型震动炸弹 在几分钟之内就会爆炸 后果不堪设想 司马辉急于知道 那个绿色坟墓究竟是用什么方法 躲在众人的眼皮的底下又不被发觉 他顾不得机舱外的巨型龙溪徘徊不去 立刻晃动了手电筒 可一扫之下 运输机里除了他们六个幸存者之外 又哪有多余的人员存在 但是震动炸弹尾部的引信 确实已经被人在黑暗中悄悄启动了 玉飞燕等人见状 也竟是惊察难言 都知道此番必死无疑 黑蛇号里装载的这枚炸弹 虽然比不上能把整座山头都炸平的大满贯 但它的体积也已足够惊人 几乎超出了文氏特种运输机的载重极限 此刻就算众人再多长几条腿 也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逃离爆炸冲击包覆盖的危险范围 野人山里千年不散的迷雾 肆虐的热带风团浮屠 地球望远镜一般的无底洞窟 沼泽里栖息的龙溪鳄鱼缅甸网 文石运输机里装载的重型地震炸弹 以及躲在暗中窥视众人行动的绿色坟墓 一波接一波的危险和无数难以解释的谜团 把探险对这几个幸存者的身体和精神 都推向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众人情之有死无生 一时间相顾失色 都争住了谁也没动 但在短短几秒钟之后 脑中不约而通都有一个念头出来 逃 被炸为疾粉 倒不如尽量逃向远处 说不定还能留下个胡论尸首 司马辉对其余几人教导 都别愣着了 赶紧逃 玉飞燕提醒道 实地南边水葱草蜜 能减缓爆炸带来的冲击波 大伙离开运输机就往南边跑 眼看着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 众人只盼着离这炸弹越远越好 便想要离开这运输机 必须要解决掉那两条 盘踞在机舱外的第七龙溪 此时不得不横下心来 与其进行正面冲突 罗大舌头首当其冲 抄起了四管猎枪 顶在了机舱上面的破空了里 对准趴在机舱外的龙溪腹部轰去 这猎枪虽然比不上是反器材武器 但是抵近了射击 威力却奇大无比 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 硫磺硝烟之气如雾如云 那条硕大粗壮的第七龙溪 顿时被接得翻倒在地 琥珀长川雪流遍地 与此同时 驾驶舱外的那条第七龙溪 也被俄国人白熊扔出去的炸弹 炸成了两极 但他虽死不将 物质瞪着突出的星红巨烟 剪下猛然一翻 一股血剑就从眼角中击射而出 朝机舱破裂的洞窟里射了进来 第七龙溪善于伪装 常如岩石枯木般 一动不动地趴着 等候有猎物从身边经过 然后出其不意 从眼角中喷射毒血攻击 他眼囊中的血液剧毒无比 而且速度奇快 使人难以夺杀 俄国人白熊更没料到 那条龙溪被炸成两截后 竟然还能偷袭 饶是他反应敏捷 也被毒血溅入了左眼 疼得他野兽跑销般的哀嚎惨叫 他心中还算清醒 知道一旦毒质 有眼入脑 就彻底没救了 在强烈的求生欲的驱使下 他忍着钻心的疼痛 硬是把自己的左边眼球子 给抠了出来 被俄国人白熊躲闪开的毒液 都泼在其余后面几个人的身上 文书运输机里 装着了巨大的弹仓 六个人在里面 石边的局促和拥挤 众人在狭窄的机舱内 只能侧身站着 转身都很困难 又哪里躲得开 结果都被毒血所见 所幸毒血多是沾到了背包和衣服 并未触及皮肤 但人高马大的切格洛夫 滚到地上挣扎 用力过猛 将站在他身后的阿翠给撞得不轻 阿翠被他一撞 后脑碰在了地震炸弹的坚硬铁壳子上 顿时鲜血直流 慌乱之际 也不知伤势如何 众人尚未脱离这架文石运输机 却已在转瞬之间 接连有两名成员身受重伤 但眼下情势危机 刻不容缓 谁都不敢迟疑 玉飞燕一脚踹开舱门 拎着乌兹冲锋将在前引路 落大舌头背起阿翠 司马辉则招呼着卡罗维卡 架上满脸是血的白熊 各自捏了信号竹 紧紧跟在玉飞燕身后 不顾脚下深浅 拼命向沼泽植物茂密的区域逃去 那俄国人白熊虽然体壮如牛 不过被毁去了一只眼睛重伤之鱼 又有几分毒质入脑 连神志也都乱了 突然变得丧心病狂 此刻恍惚起来 引发了嗜血的本性 心里只想杀人 他发觉两臂被人架住 就顺势回圈 把两只蒲扇般的大手掐住了司马辉 和卡罗维卡的耿猴咽猴 司马辉和卡罗维卡 舍命拖着他逃离的文石运输机 精神命脉都倾注于身后那颗重型炸弹之上 又何曾提防到这次突然发难 但司马辉整天都在生死边缘 莫怕滚打 想来机敏 卡罗维卡虽然年少 却是整天爬山钻树 身手也灵活的巧 如同猿猴 二人都是应变迅速 觉察到那俄国人铁钱般的大手 抓向自己的颈后 急忙缩身闪在了一旁 切格洛夫手中扑了一空 立刻拽出裂刀回身就看 司马辉不急起身就地十八滚 躲过了刀锋 他一看白胸脸上血肉模糊 仅剩下一只眼睛 胸光比露 就知道此人心智丧尸 已如疯狗一般 一旦被其缠住 是不死不休 便出生着卡罗维卡 不要停留赶紧逃走 卡罗维卡见俄国老修罗 一般恶鬼一样的相貌 早已骇然失色 身疏脚软之余 根本不知该作何理会 听到司马辉的喊声 才回过山来 当下朝着罗大海等人 逃去的方向奔去 谁知那俄国人 切格洛夫虽然心直居乱 但他平生杀人如马 和苏联制造的杀人机器 没什么两样 杀人的手段几乎是他的本能 他发觉有人逃开 已然不及追赶 就在暴鹤声中奋力将手中的猎刀 制出 探险队在丛林中使用的军刀 都是弧形猎刀 又称为开山刀 皆是背后韧薄 柄短身长 前宽后窄 弹簧刚一体成形 最是锋利不过 那猎刀 从切格洛夫手中横置而出 急如霹雳 快似闪电 只听着金风乌烟 在空中打着旋子 平消到了卡罗维卡的脑袋上 风锐所过 立刻就能将一颗人头横接成两个半个 猎刀去世不衰 仍向前飞出去树米 才掉落在地 卡罗维卡 往前狂奔之际 突然被身后来时迅猛的利刃削中 虽是身手易处 但是出于惯性 脚下物资未停 竟又跑出了三五步远 那具无头的尸身 才重重扑倒在地 这一幕突如其来的惨剧 发生得实在太快 司马慧见卡罗维卡 竟然横死在这俄国人刀下 自己却来不及出手相救 虽说是生死无常 谁也无法提前预料 可也不由得怒火中烧 眼里冒血 心中动了沙电 就看到俄国人白熊 已经转身扑来 安详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随即就避开来世 同时也将自己那柄猎刀握在手中 司马慧心里虽是又恨又怒 可面临劲敌 仍然不失镇定 他知道那俄国人 身高必长 犹如野兽一般 而且曾在苏联军中服役多年 看其举手投足间的架势 必然擅长格斗搏击 就算自己身上没伤 与对方扑死起来 恐怕也讨不到半点便宜 何况生死相分 只求速战速决 司马慧心中定下分寸 就不同那俄国人正面纠缠 而是虚晃一枪 闪身躲到对方左侧 白熊一扑不中便转身擒拿 谁知司马慧脚下速度迅快 绝不与对方正面接触 又抽身溜到对方右侧 那俄国人魁梧高壮 身体毕竟有些笨重 才指三两个来回 脚步早已乱了 他重心不稳 当场就被司马慧绊倒在地 那俄国人白熊虽然重重摔倒 却是一把拽住了司马慧 司马慧没想到 对方出手如此之快 竟被拽了一个亮枪 也跟着跌倒在地 自知这是遇上前所未有的劲敌 不过报仇心切 丝毫没有退缩畏惧之意 一遇而起 再次握住猎刀 揉身而上 不料 正在这时候 那俄国人白熊身上 浓重的血腥之气 却引来了一条潜伏 在沼泽里的鳄鱼 张开了血本大口 就咬住了切歌乐夫的双腿 将它缓缓向后拽去 鳄鱼的嘴都是刀具般的锥形齿 咬合之力其大 白熊多半节身体都被它吞没 顿时痛入骨髓 哪里还挣扎得出 剧烈的疼痛之下 那俄国人喉咙中呵呵作响 神志竟然清醒过来 他自知落到如此境地 绝无生理 又唯恐被巨鳄吐露泥肘 惨遭吞噬之苦 还不如自己做个了断 他摸到身上携带的一捆炸药烟花 于是狠下心来拉起了导火索 随着爆炸声响 沼泽地中血肉横飞 司马辉连忙躲地 他虽在缅甸战场上 遭遇过无数次死亡 可见了这副情形 仍不免触目惊心 深感觉这世间惨烈之事 莫过于此 他抬眼一看 望着前面有信号竹的光亮闪动 原来罗大海背起头部受伤的阿翠 紧跟着玉飞燕 在草丛中狂奔了一阵 根本不知道身后发生了变故 直到听到那俄国人 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烟花 才察觉到有事发生 放慢了脚步 回头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